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线偏正坡可以由正伏相同的一个左旋与一个右旋偏正坡 圆偏正坡合成而得 就是说你有两个圆偏正坡 半径是一样 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两个坡重叠在一起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线偏正 就变成一个线偏正 要你证明 要证明这个 那我们怎么证明 我们现在怎么证明呢 我们就是把 假设 圆正一方向传坡的线偏正坡是这个 将这个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你不要假设那个很奇奇怪怪的 比较复杂的不要 我们就是最简单的 X偏正坡的线偏正坡的线偏正坡的线偏正坡是0 这个还在 多配一下这个 多配一个二分之一 AYJ10 这边呢就减掉一个AYJ10 等于没有加没有减 变成这个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坡 我们把这个坡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坡呢 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到底什么坡 ELC加上ERC 那么 那么 ELC呢 它就是这个东西啊 二分之外 我这么写就是节省一些空间 就是这个 那么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两个分量 把它展开 两个分量 展开以后啊 我们看 这里本来是负的 对不对 负的 这个负一啊 本来是 这个地方 不是正一 正正 正的J 这里是个正J AY 这个没有J啊 这个有J啊 那J我们就画成Exponential J的二分之拍子方 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 一 依旧保留 于是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你把这两个合并以后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说 这个式子啊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X0 这就是EX0 这个地方呢 我们故意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负J KZ减Phi X 这PhiX等于零了 这个时候PhiX就是零 就是它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EY E零Y 这个 我们把它写成Phi PhiY就是二分之拍 好 那这个就是EX 电厂的X分量 电厂的X分量 这个就是电厂的Y分量 好 到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 就是EX 这里就是再把它写清楚一下 EX是这个 EY是这个 前面都有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比上这个 就是A值哦 A值是Y比X哦 记住 Y比X哦 这两个一比 这个一比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一比就是这个 那一 这个一比 也就是这个笔值啊 这个笔值就是 这个一啊 这个笔呢 K切约掉了 这个正二分之拍 好 这是在分母 这分子 这个分母 这个就变成正的二分之拍 那我们化成这种标准的形式 A等于什么 等于一 Delta呢 二分之拍 所以这是什么 什么偏正 左旋 A等于一呢 圆偏正 对不对 对不对 左旋圆偏正波 左旋圆偏正波 那所以 这个就代表是 左旋的 圆偏正波 就是这个是 这一项 是左旋的 这一项是左旋的 圆偏正波 然后我们就看这一项 好 以上我们是用这个 详细的做法 把它画成 画成这个 这个形态 那现在我们实际上只要看 阔弧内的项量就可以了 就可以得这个值 你看 我们拿 现在看右旋 刚刚我们是看左旋 我们以右旋为例 就不要 这么麻烦的画它 你就看这个就好了 这个是正波 对不对 两个分量的正波 这是x分量 这是y分量 好 正波的大小 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画成这样 把它再画一下 这个变成这样子 j就把它画成 负j 把它画成 exponential j二分之拍 此方 画成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x分量 一个是y分量 它就等于a exponential jdata 那 正波的比 正波 就不要管face了 就是正波的大小 笔子是1 好 face呢 这个face减着0 你看 我们故意把这个1 这前面是1 就把它写成 接0 这样比较好 好比较 所以这个2分之拍 减0 负2分之拍减0 就是负2分之拍 因此 这个是一个右旋 这个是原篇正波 这是原篇正波 因此我们就证实 线篇正波 配由政府相同的一个 左旋与一个右旋 原篇正波合成而得 好像我有看到一个 一个 字还是错的 有没有 是下面 大概是下面 有个案错的 我们刚刚是讲到这里 我们看 我们现在看这个 例题三 视镇 一个椭圆 偏正平面电磁波 可以分解为一个右旋 跟一个左旋 圆偏正波 但是这个跟线偏正波 不一样 它虽然是一个右旋跟一个左旋 但是它的正幅 不见得相等 如果是线偏正波 它正幅要相等 这个不见得相等 还有就是证明一个圆偏正波 可以有两个相反方向的 椭圆偏正波 从叠而成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先假设 椭圆偏正波 这是一个椭圆偏正波 要证明它 假设 假设椭圆偏正波 是这个 你怎么要假设呢 怎么假设椭圆偏正波 椭圆偏正波 它的特点是什么 政府的比值 不相等 对不对 政府的比值不相等 那也就是这个 跟这个不相等 还有就是 它的face 绝对不等于零跟pi face绝对不是零跟pi 那这个就是它的face difference 假设这个face等于零 这个face是5 这是最简单的 好 这个face中 这个政府跟这个政府 以及fi 都是不等于零的常数 不等于零啊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 把它配方 配成以下这个情形 比如说这个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你看 前面这个二分之一 E0X EOX 是AX AX 看看 AX OK 这里也有一个AX 也是二分之一 EOX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就等于一个这个 等于一个这个 好 那么 这个 你这个乘这个 EOX 成这个 这个AX成这个 你看一个 这是正负 这个是负正 加起来就是零 就是没有了 那就是这个东西 后面这一项也是一样 你这个 这个 乘上这个 跟这个 乘上这个 这负正得负 负负负的正 这个正负得负 正正还是正 所以这两个加这两倍 就是它 OK 那么 就是说 我们把它配方 配起来 当然配这个 你要有经验 才配得出来 好 那我们说 另这个式子 叫做 ERCZ 这个叫做 ELCZ 那现在我们就分别看这两个 分别看这个 ERC 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A X 等一下我看看 这就是原来的这个 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 AX E OX 配上这个样子 配上这个样子 OK 等一下我看看 E O OK 我现在把这个式子 这里有个prime 这个太小了 都 没有看到 我们就把 这个 这个式子呢 就 AX 前面 这一项 就算是这个 那个 AY 前面的 这个乘上J 就算是 AYprime EOYprime 所以 EOYprime over EOXprime 这两个比值 这个 大小是一样 你看大小都是这个东西 大小都是这个东西 它的face就差一个这个而已 但face我们不管 所以这个比值是1 然后Delta呢 就是这个face 它有个J 负J 这个负J 负J是等于 Exponential J 二分之π 它跟它的比值 它减到它就是负二分之π 负二分之π减到零 所以就等于负二分之π 因此这个 电磁波呢 它的偏正状态 A等于1 这个是一个什么 圆偏正 圆偏正 看这个了 这个是零跟π的话 就是线偏正 那么如果这个是等于1的话 那就是线偏正 然后这个是负二分之π 就是右旋 右旋 圆偏正 右旋 圆偏正 然后我们把这个 ELC等于这个东西 也化成 这个一样 Axeo' 跟Axeo' 跟这个Ax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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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我是没有写出来 因为这里 Space比较不够 什么声音呢 那么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它的正幅还是一样 不过这个 跟它的face呢 这个跟这个face 就是正的二分之π 把这个当作零的话 就是正二分之π 减掉零 这个face当作零 那就是正二分之π 那就是左旋 圆偏正 左旋圆偏正 所以一个椭圆正 电磁波 可以分解为一个右旋 跟一个左旋的圆 偏正波 可以 这个 这一部分 我们看 part b的部分 假设一个右旋 假设一个右旋的圆 偏正波 是这个样子 右旋 为什么是右旋呢 因为它的正幅是一 正幅比是一 然后这个 负 就可以当作exponation 负j二分之π 这是零 所以它是等于 负二分之π 负二分之π 那就表示 这个是一个右旋 负二分之π 是右旋 圆偏正波 那我们就把这个圆偏正波 配方 右旋圆偏正波 我们把它配成这个样子 这两个加起来就等于 就是一了 这可以配成这个样子 配成这样子 以后我们说 这一项 就是它 其实它叫做 右旋 椭圆偏正 这个是左旋 椭圆偏正 不过我们要证明 它是右旋 椭圆偏正 这个是左旋 椭圆偏正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拿出来看看 政府 这个政府比较好看 因为它 只有一个括弧里头 政府 就是二比二分之一 二一零 比上二分之一一零 等于四 delta呢 这是 exponential J 负二分之π 我们把这个当作零 那就是 负二分之π 因此 这个是右旋 这个是椭圆 椭圆偏正 OK 左旋 这一边 这一项也是一样 它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的正幅呢 这个算是一 那这个是二分之一 二 一零 over二分之一零 等于二 那delta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零的话 这个就是exponential J二分之π 因此delta就是二分之π 那这个就是什么 左旋 椭圆 平正 这两个 两个长轴 不一样长 因此我们就 这是右旋 现在同样的步骤 我们看它的左旋 这是左旋 因为它的face difference 是正二分之π 正二分之π 它就是左旋 正幅比之等于一 我们有用配方 把它配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叫做ELE 这个叫ERE 那ELE呢 就是这一项 你看这一项是什么 正幅呢 就是二一零 比上二分之一一零 等于四 delta呢 就是二分之π 减零 二分之π 所以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什么 左旋 椭圆 平正 好 这个呢 是 ELE是这个 那它的正幅 这个 正幅是一倍的一零 这个是二分之一一零 所以 二 比之等于二 delta就是负二分之π 减零 等于负二分之π 因此 这个 代表 是右旋的 原篇正波 OK 好 以上我们就证明完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再看一个例题 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右旋 原篇正波的向量式 是这个 右旋 它垂直入射于 Z等于零处 至理想导体平面 反射波 是偏正状态 是什么 求导体平面 是电流密度 求总电场的 磁磁形态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 入射波是这个 那 入射波的磁场呢 我们根据这个 算法 因为它是向 正之一方向传播 所以AZ cross E IZ 就是cross 这个 那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它 可以的 OK EZ cross AZ cross AX AY 在后面 那AZ cross 负 AY 等于正AX 在这里 那 第一 入射的 H场 是这个 SAS 现在要求什么 反射波 要求反射波 你求反射波的话 要用到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一定要用 整个的波 所以要用到总波 OK 我们现在第一区的电厂 入射波的电厂跟入射波的磁场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反射波 假设反射波是这个 这是它的正符 X分量 反射波的正符 Y分量 那么就是这两个不知道 这两个我们不知道 这两个不知道 我们就要用什么 要用 第一区的总电厂 电厂 与第二区总电厂的切线分量 相连续 那么就是 1 电厂 我们只用电厂 这个电厂跟这个电厂 加起来 要等于第二区的 这是总电厂 第二区的总电厂 在Z等于零的地方 相连续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1 入射波的 切线分量 入射波 我们看 入射波是这个 它朝Z方向传播 那X也算是 切线分量 Y也算是 切线方向 这也是 切线方向 所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两个都算 都是切线分量 所以 Z等于零 这个Exponential 像这是零了 然后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个是零 令它相等 那这个就是 1了 对不对 这个有 10漏掉了 这个地方有个 10漏掉了 你把它补进去 OK 这个地方有个 10漏掉了 没有 这是ER 没有10 搞错了 EIT ER是这个 OK 就是这个 不要写10 这个相等 这个相等的话 我们就 X分量 等于X分量 Y分量等于Y分量 把这X分量跟Y分量 你或者把它 集合在一起 Y分量集合在一起 要等于零的话 那一定是 X分量等于零 Y分量也要等于零 于是我们就解出来 说ERX等于负10 ERY等于J10 这个求出来了 然后反射波 我们就知道了 反射波 本来是这个 现在你把这个 带进去 负10 这个是等于J10 所以10提出来 就变这样子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配方一下 这10沉进去 这比较好看 负1就变成这个 10沉进来 J就变成 Exponential J二分之π次方 然后 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现在看 它的 正伏的比值 Y分量比上这个 正伏你就不要 看它的Face了 就是10比10 等于1 Delta是二分之π 减π是负二分之π 因此 它的反射波 你看 如果按照这个样子 看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偏正 如果波朝你的方向来的话 这个是右旋 圆偏正 对不对 但是反射波是朝哪里去 反射 入射波朝你这边来 反射波呢 回去了 朝你这边的是右旋 朝这边转 你这样看呢 就是左旋 对不对 就是左旋 因此 反射波往负方向 行进 这个就是左旋 圆偏正波 左旋圆偏正波 OK 好 所以要注意它的 这个它是入射波还是反射波 我们看它的 因为现在要求什么 要求H厂 要求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必须要用这个 在表面的地方 H厂的切线分量 不相连续 要这样子 要用这个 所以我们去看H厂 H厂的反射波 可以由电厂的反射波 这个式子求出来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两个乘以下 AZ cross AX AZ cross AY 负的AX 负负的正 是等于这个 好 总磁场就是 入射的磁场 加上反射的磁场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 加起来 这个HR加上HI 前面的HI 变成这个东西 那现在呢 我们就看它的 边界条件 你用边界条件 H1是这个 H2是0 H2是0 因为 这个电子波没有过去 它是一个理想导体 那于是 我们那个式子 连续条件的式子 变成这样 N2是等于负AZ 负AZ 因为你边界的地方 这个是Z方向 那么理想导体的表面 是这个方向 所以是负AZ 所以它的电流 就等于 你把这个 这个用负AZ带 cross H1 cross H1 OK 那么Z等于0 Z等于0 这个1 这个1加起来就是2 这个2 1 0 OK 那这个 用向量的cross ZX等于Y 是负AY 这个是等于 ZY负X 所以正AX 是这个东西 它的Current Density Equation 是这个 那Part C 我们要看 总电场的 向量形态 总电场 它有入射 有反射了 我们把入射波 加上反射波 然后呢 我们把X 跟Y 两个方向的 分别极向 极起来 好 这个可以画成 负2J3 βZ 这里写K 这个写Beta 这个应该是KZ 如果这是K的话 我们就写KZ 你把这个改成KZ 好了 这个呢 就是负 也是负的 这个J跟J 可以拿出来 J跟J 拿出来 它就变成 跟这个 J 也是一样 2J3 KZ 然后这个 J乘J J 刚刚 这个 J拿出来 这个是正的 这个简单 这个是正的 所以负负 这个负号 J乘J J乘J J的话就是负的 这个没有错 然后我们把 两倍的10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这样子的 变成这样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注波 OK 注波的形态 注波的向南形态 好 我们看它的邪正形态 邪正形态 那我们就把这个 乘算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 实数 那就是把这个 都乘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 这个乘到这里 这个乘到这里 于是 我们这个 取实数就变成 Ax 这里有虚数 所以这个 这个 实数的话 就 乘到J就变虚数 就没有了 这个是虚数的话 J跟J乘起来 变成实数 所以它就是这个 这个值 那这一项呢 就是取它的cos 它的实数值就好了 那这就是总 电场的 实学形态 实学形态 OK 好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 偏正波的 波硬挺 向量 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也要听到这里 我应该摆不清楚 我已经想到这里 我孔子 因为我应该说 你吴调星 做梅 全会 出调星 手 我们 думаю 他们现在